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肢体语言在钢子上的造型形成了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 因为再加上背景上用了虚无的背景 它是整个画面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 由这个画面可以联想到我们平时的生活 就是生活这也需要一种平衡 印象最深的就是记忆当中的这些照片 我特顾这个照片我表达了也是一个爱子 这两个的照片都有困难 这两个年是需要稍微照一照 基本上我都不得了 精神我精神能够都吃的了 心里开心都不得了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说艺术导览讲解 它是以讲授知识为主 那我们这次可能这个功能会弱化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帮助老人带他进到美术馆这个空间 帮他去引导他观察图片 表达图片里的信息 然后自己做一个总结和一个分享 我们现场每个老人旁边配了助理导览员 其实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随时给老人提供一些支持 因为你会看老人说我想喝水啊 或者我的话可能那个我想再问一下导览员这句话什么意思 艾在身边这个展览呢主题其实是讲的是记忆 鼓励观众跟展品包括美术馆进行一些交互的 这个也是希望就是在观展过程中 你的这个体验还有就是陪伴你的人 他们之间会创造更多共同的记忆 像今天来的很多都是独居老人 他在家有抑郁或者是有这样的各种的需要倾诉的这种状态 那通过这样的艺术 我们觉得他可以去释放他的这种某种情感 国外已经有研究表明 就是艺术对缓解认知症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所以说我们也想尽量的让他们能够在艺术中得到放松 去缓解他们的症状